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菲律宾执法单位经13日在一场扫荡行动中逮捕了153名一次来自中国与台湾的电信诈骗嫌犯以及一名菲律宾嫌犯,但该案是由菲国与中国执法单位联手破获,153名华人嫌犯不排除会被遣送到中国。 根据中央社报道,菲律宾警方反网络犯罪大队与移民局今日在中国警方提供的情资下,于马尼拉地区拉斯皮纳斯市拉斯帕纳斯与南伊罗克斯省伊鲁康瑟的两座小镇联合执行扫荡任务,共逮捕153名外籍人士。 执法人员在多处可疑的诈骗基地发现隔音室遭焚烧的名册手机,收踢电脑,收踢电脑,桌上型电脑,印表机,数据机,路由器,电话以及网络摄影机等电子器材。 非国警方在报告中表示,该诈骗集团的作案模式为洋装城警察、检察官或法官打电话给位于中国的对象,并谎称他们的银行账户发生问题,接着利用动货或诱骗等手段,又使受害者配合进行转账。 移民局目前正在调查嫌犯的身份初步断定因为中国人与台湾人他们多数用旅游签证进入菲律宾。 此外,由于该案是由中国与菲律宾执法单位联手破获,嫌犯不排除会被遣送至中国。